上次我用了一个Usmile电动牙刷做了一个鼓传导音响 你们居然让Usmile也出一个这样的功能 还把官方也add过来了 他们找到我说让我试试这个2000多的FE做成音响会不会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它做成音响 也拆开看看它为什么能卖这么贵 这个圆圆的就是他们的独立终端屏 在我们刷牙时可以智能引导 通过我们刷牙时的角度 它可以计算出刷的是内侧牙还是外侧牙 刷的速度过快或者力度过大都会智能直印 我们来拆开看看它是怎么做到的 拆开之后首先看到的是它的主板 上边有一颗主芯片和蓝牙芯片等等 这颗WiFi模块好像和我们上次做事中的是同款 再往下拆里边是它的锂电池 还有一个屏幕 下面我们来拆牙刷的主体 扣开后盖抽出主体 传振杆旁边这颗排线是它的压力传感器 它会协同牙刷上的主芯片 对我们刷牙时的力度实时检测 开头展示的那个智能引导 就是多颗芯片共同写作达到的效果 牙刷上这个按键是它的主开关 下面这个是力度调节 一共有五档力度 再下边就是模式切换 下面我们拆掉牙刷的电机 我们做骨传道音响就要这个 这是U-Smile自主研发的振动电机 我们把电机接上公方板和电池 然后再装到原本的牙刷外壳里边 最后盖上后盖 像这样这个价值2000多的牙刷骨传道音响就做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再试一下我这个垃圾桶怎么样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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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